大雄放学回到家 就看到蓝胖子又在收拾二手道具了 其中有本日本城堡的书 要不是蓝胖子手快 大雄就又要闯祸了 虎夫二人此时正愁生无可恋 就看到神秘的熊猫二人组 这乐子不就来了 大雄两人来到宽广的后山 蓝胖子终于打开了书 顿时半张高楼拔地起 大雄都惊呆了 虎夫更是惊呆plus 看着流浅都不会的魔术 大雄直呼牛叉 结婚的硬件条件就这么有了 而且还足足有两万平 从卧室到餐厅都得跑个半小时 两人来到城堡顶 大雄也不客气了 需要自封城主 蓝胖子尽力配合大雄的演出 可城堡中钻进了耗子 还想纠占雀巢 小夫一个狡猾 差点就暴露了行踪 却意外提出了密传 这正是城堡的使用说明书 蓝胖子还得介绍城堡的机关 就被一双黑手吓了黑手 直接被请下了楼 大门缓缓关闭 两人成了瓮中之鳖 这时炮虎的声音传来 大雄还想宣誓主权 可胖虎的东西那是胖虎的 你大雄的东西也是胖虎的 从此城堡改朝换代 叫做胖虎城 大雄对着喇叭 就是一招声波攻击 蓝胖子想用道具取胜 可道具全成加厉了 手中只剩下这套忍者套装 这道具看来并不差 大雄两人化身风中侠 要一口气飞上城堡顶 想法倒是不错 可效果差点将两人一波送走 既然空中不行 两人改换水路 终于抵达城池边缘 两人戴上青蛙手套一路攀爬 可这一切早被胖虎看在眼中 城主胖虎命令小跟班去打探敌情 估计也没打探的必要了 两人早就以失败告终了 再次换上钩锁 齐老大雄的投掷技巧 还真能为打正着 绳索拉着300斤的重物 将两人送进城堡 两人一路小跑 却被小夫撞见 立刻通风报信 转让胖虎拉动了命运之绳 大门一开 两人就欢快地玩起了女追我感 可这场看似快乐的游戏 却是个悲剧 两人大难不死 必与小夫黄雀在后 其了两人当着小夫的面 玩起了躲猫猫 小夫都惊呆了 这么拙劣的藏身手法 小夫竟然没发现 可楼梯上无故冒出的棱角 还是出卖了两人 大雄两人嗷的一嗓子撒腿就跑 大雄他跑 小夫他追 可小夫毕竟人小腿短 只能主动跟胖虎领罪 胖虎催气 可他手中有说明书 蓝胖子一个急刹车 看出了这平平无奇的地板 必定暗藏玄机 一发小剑射出 就当起了空中飞人 这时苦了天真无奇的小夫 被胖虎无以为抓住了大雄 差点被五马分尸拉成了小二人 还体验了免费的脚底按摩 大雄两人继续奔跑 结果又被胖虎发现了 两人敢跑进屋子 前方的门就被锁了 出师不力 后方的退路也无情地关了门 两人这次真成了前后无路 这时胖虎的声音再次传来 又送了两人一份免费的机票 胖虎再次传达命令 让小夫去水牢查看敌情 可水牢中不见大雄两人身影 天真无险的小夫 只好打开牢门查看 本家堵住呼吸之口 却不曾想被摆了一道 蓝胖子一个大屁股 外加中力加速度 这伤害起码得一吨 两人继续朝着城堡顶进发 这位胖虎看在眼中 两人终于出现在楼顶 胖虎不仅不慌 反而要表扬两人 拉动机关却意外送走了自己 反以为这就是邪不胜正 但胖虎的字典里没有失败二字 他拉动了最后的机关 小伙伴们想看放烟花吗 胖虎万万没想到 中国籍的烟花机会如此美